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副局长王兴周三 在一个太阳能行业会议上做虚拟演讲时说 企业应该利用法律武器来对抗针对太阳能产品的贸易限制 而行业应该增强其自主性 适应性和公信力 他说贸易摩擦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高发期 而光复产品是重在区之一 这是在建立贸易保护体系 增加贸易摩擦 这给我们的太阳能企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王兴说当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扩张时 商务部将继续保护和协助他们 美国众议院通过立法禁止来自中国部分地区的商品 中国太阳能公司的股票在周三抹去了早些时候的涨幅 美国海关已经扣留了从几家中国公司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 因为怀疑他们含有来自一家公司的硅材料 这家公司在6月受到了制裁 但中国光复产 夜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方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 该机构表示光复行业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为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美国一家贸易机构最近还建议延长太阳能组建关税 该关税于2018年1月宣布 2017年4月 一家破产的美国太阳能制造商提起贸易诉讼 称其受到了主要来自亚洲的廉价进口浪潮的损害 度今年早些时候宣布 对进口太阳能组建征收40%的关税 以减少对外国供应的依赖 并促进国内设备的制造 现在订阅编辑实验室 与最值得信赖的商业信息保持同步